我们今天一大早就来了三里坨 看看这个全球全世界全宇宙排队时间最长的奶茶店 其实就洗茶了 每天大排队 然后三个小时四个小时的什么代购什么乱八糟一大堆 所以今天就趁早来看一下他们家店里边到底这个东西有多好喝 为什么排成这样 这是芝芝莓果 来了 你今天排队排的 就是这个洗茶 这个是一个冷的一个热的 他们家就是设计的都还不错 蛮简单的 然后挺漂亮的 看这黑套也是 这个叫芝芝莓梅 芝芝红莓 芝芝红莓 然后上面这个有一层芝士 我给大家看看 打开 这就尴尬了 这怎么打不开啊 你看这里面是有一些莓果 芝芝莓果 然后我们要的是少冰的 因为冬天了嘛 就别那么冷的 然后上面是芝士这一层 然后这层是打的那个果蓉 和那个有一些茶叶碎 对 他们家标榜的这上写的就是 百分百 fresh fruits 完全鲜果制作 不使用任何果酱和罐头水果 嗯 那我先尝一口了 嗯 超甜吧 第一口完全是芝士 就是非常浓稠的芝士 然后是咸的 咸的 是咸的 咸口的 非常浓郁 非常非常浓郁 就一点茶都没喝到 但是很好欸 很好喝 他们家打的这个 专利不就是 用了什么 新西兰的牛奶 和那个一个什么地儿的 一个芝士 融合起来嘛 就是纯 不用奶粉 嗯 所以说他们家这个口感 就形成了他们家的奶盖 对 奶盖 尴尬不尴尬你说 这个 哎 是不是人家要用管喝的 咸的 咸的 就一个大管 也可以用管喝 嗯 就是水果茶 比较清新的味道 因为那个 你喝了那个芝士 这个奶盖之后 很浓郁的口感 然后再去喝下边这层的时候 就很清新 这中间这层我尝尝 嗯 它整体的口感是不是很清淡呀 有种感觉的 莫名的 口感是清淡的 但是这个奶盖确实浓郁 嗯 奶盖确实浓郁 介绍一下这个热饮吧 嗯 这个设计都很像星巴克 对 它叫喜乐之黑金 就是黑金之士 也是 我打开给大家看 如果能打开的话 这个好打开 哦 这样子的 它也是之士 然后打的那个 黑金应该就指的是这个 黑巧克力 嗯 应该就是奶茶咯 嗯 感觉是巧克力粉 哦 它其实是和这个奶盖一样的一层 就这个芝士奶盖 很咸 咸甜咸甜的 然后加上这个巧克力粉 下面是有点像奶茶里面还加了点巧克力酱 整个口感非常的浓郁 哦 确实这个奶盖很好喝 你喝口这个热的吧 嗯 我尝一口这个热的 是不是 我懂你刚才为什么就是咸口的 咸的 它一开始入口是咸的 但是后就有甜的 化开就是又是甜的了 所以这个它调味调的也不错 是不是 就是牛奶和芝士的比例 拿捏得很好的 而且打的那个气泡 就是发的感觉很蓬纵 嗯 所以还不错了 就是一般的那个奶茶店很火的话 大概一天在400到500杯的量 它加据说一天能有4000杯 而且不是说 最长他们排过五六个小时吗 对啊 现在就是 网红中的网红啊 确实是好喝 但是如果让我超过 排队超过 一个小时 30分钟我可能就很难了 就是 而且冬天 嗯 我还很佩服大家的这个 排队的勇气的 但是作为一个 奶茶当中 我觉得它可以排到前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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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